接下来有请佳明哥为大家推荐选手 推荐之前有个小问题 你对重庆火锅的印象是什么 辣 你对重庆姑娘的印象是什么 辣 接下来这位选手 很辣 掌声有请张辉英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杨凡哥好 家里哥好 你好 你好 好感动啊 刚结婚就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胜死我了 咱俩穿得好大今天 而且你们俩好配啊 杨凡 你知道吗 大家打声招呼 好 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们 以及电视剧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的一名 普普通通的服务员 我叫张辉英 今年23岁 对 谢谢大家 什么餐厅啊 是一个重庆的民俗文化 特色的一个火锅店 对 所以你们这个店的装潢 应该是很讲究的 很古风的 咱们就传扬的这种民俗文化 那么会不会今天来了 也不是空手来 对 把火锅带来了 对不对 火锅倒真没有 你要去重庆的话 会不会请您吃火锅 但今天呢 比跟火锅带来一样 另外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料带来了 你能不能听别人说完 对不起 对不起 着急 那会不会是第一次来到 咱们的黄金100秒 所以不能空手来 然后就带来了 我们最高贵格的敬酒仪式 来 尤其我们的道具 来 先买个棺子 道具闪亮登场 好 那么咱们金龙 已经来到了现场 那么这条龙呢 叫做龙藤两江 你不要这么拿 我总感觉你拿个火箭筒 对对对 你要拿它来做什么 因为这个龙藤是福气的象征 对对对 所以需要两位主持人小哥哥 一起帮我们拉一下 咱们舞动起来 咱们龙现在睡觉呢 对 杨帆来龙尾吧 你另当鸡头不当龙尾 对对对 来 第一名走起 来 准备啊 来 端猴 来 朋友们跟着音乐打节奏 尾巴太抢戏了 来 走 接奏 一 二 三 四 拍 拍手 好 真啊 来 黄雨萱 从高到低 对 龙舞起来了 没有纯粹了 你看咱们杨帆哥多积极啊 咱们姜米哥好稳重 来 飞一圈 跟着我走 你看 是不是飞起来了 好嘞 来 姚马尔上酒 行 来 这个龙头 竹童酒 竹童酒 就是福气之酒了 来 您可以倒 好 第二杯 这就很讲究了 咱们这个酒可不简单 这个酒必须倒到身体里 然后从龙嘴吐出来 不能从龙尾巴出来 对吧 好 可以 好嘞 来 咱们先生所有好朋友们 要喝这个福气之酒的吗 一边一杯好吧 我看哪位幸运的朋友 能喝到我们的龙胆 来 大表姐尝一下 咱们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先挺一挺 要是感情到了位 三杯两杯喝不醉 来 好 来 表姐的掌声 这位大姐越来越年轻了 现在看起来要十八 你只要到那家火锅店吃火锅 首先迎冰园就会跳 刚才她上场的那段舞蹈 然后敬酒就是刚才 那个龙腾两江的敬酒方式 接下来她还有多才多艺 她还有腰和上菜 和你吃火锅的时候的 助兴的舞蹈 对 火锅还能助兴 必须的 因为咱们现在吃火锅的 我们讲究都是一个仪式感 对不对 所以在咱们店就可以体验到 这种各式各样的仪式感 那想问一下嘉明哥 你平时在重庆的话 你喜欢吃火锅吗 喜欢吃 喜欢吃 那你最喜欢吃的哪一道菜 还用问 你看那脸和肚子还看不出来 对对对 毛肚 毛肚嘛 那在咱们重庆呢 上毛肚有个讲究 这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说她有一个说法 怎么吃呢 毛肚应该 毛肚应该吃得悬 周炉菜不得大便便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毛肚一定要吃得新鲜 走路才不会东倒西歪 对对对 咱们上菜也是有讲究的 哥哥现在 这火锅吃得特别没意思 就缺一段热舞 是吗 那跳吧 跳这两步不简单啊 这个灰灰以前是不是专业学舞蹈的 没有 从没有 从来没学过 从没有上过一节舞蹈课 做我没说 怎么那么专业 所以现在在你们的火锅店里面 是只有你能唱能跳呢 还是其实也许所有的服务员都会有 其实我们最开始那个服务员招人进来的时候呢 会是看到一个公告 然后说的是不要要求你非常专业 只要要求你热气就行了 你们这个店里面最壮观的时候 会有多少服务员像你这样一起跳起来 二十来个吧 大家可以想一个大厅里面 二十 会同时跳吗 会同时跳 这个场面我只有以前吃铁板烧的时候感受过 所以你一定要去到重庆感受一下 这个灰影的梦想是将来自己开一家火锅店 对没错 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小时候家里面条件不是特别好 然后家旁边就有一家火锅店 每天就闻着那个火锅的香味特别香 然后就想从小呢 就因为吃不起 妈妈不带我去嘛 对对对 吃一家火锅当时只要一百多块钱 然后就说长大了 一定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 那么所以就来到火锅店上班 如果你要开一家自己的火锅店 你希望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希望把咱们的民俗文化发扬光大吧 重庆的 比如说我们的川江浩子 我们的码头文化 各种各样的 我估计照这样发展杨帆 他们他那家火锅店 可能去吃火锅的都要求得会跳舞 你才能进来 那看来只有我能吃到嘞 是吗 好的 那接下来一百秒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字总会发光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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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杨茜茜 我是觉得盼若两人 刚才那个姑娘 这是柔美的一面 我先来看一下票数 112票 如果说从来没有学过舞蹈 业余的能够有舞台 这样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加油 是金子总会发光 孟雪原的项链送给你 希望你加油 好